这个母亲可能不知道 人贩子拐走一个孩子有多简单 她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孩子不见了 她回头看了一眼 可再转回来低头一看 自己的女儿也不见了 她焦急地在原地大喊 可她不知道的是 女儿现在已经被关在了一间昏暗的小房间里 她蜷缩在床上 墙上一个透光的小洞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慢慢地凑上去 突然 一个小男孩告诉她 她是这里的小弟 以便安慰小女孩别害怕 以便让女孩赶紧告诉她自己的名字 还没等女孩回答 她就被一个女人发现了 并被女人暴打了一点 过了一会儿 一个大姐姐来安慰小女孩 女孩好奇地问这里有几个人 大姐姐告诉她 以前有很多 现在加上你还有四个 其他的都不见了 这时女人走了过来 男人直接带走了大姐姐 警方询问家长 孩子被拐系结后得知 近十年来 十二个孩子也为相同的原因丢失 都是先听到有人大喊自己的孩子丢了 然后家长转头看了一眼 随后自己的孩子就丢了 那么 这肯定就是团伙作案 根据案发现场推理 他们认为 这个团伙至少需要三个人 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女人 她在人多的地方 四处大喊自己的孩子丢了 吸引那些大意的家长的注意 然后团伙里的一个男人 趁机绑走孩子 团队里的另一个人 则负责开车接应男人 等女人也上车后 就立马开车逃离现场 另一边女人哼着小曲 推着一个盒子 而盒子里装着的 正是之前被她暴打的小男孩 此时 男孩已经一动不动了 女人打开焚化炉 将盒子放了进去 随后关门点火 孩子连同盒子 直接被烧成了灰 一个男人把这些灰 撒在了自家的玫瑰花圃中 在这些骨灰的滋养下 玫瑰开得格外的艳丽 警方这边告诉家长们 那个喊叫自己孩子丢了的女人 就是绑架孩子的人之一 因为母亲当场呆住了 因为她曾经还帮助她 找回了她说的丢失的孩子 这时 女探员拿来了一张画像 这就是女人说她丢失的孩子 开头被绑架的女孩妈妈也说 她看到的也是这张照片 其中一位母亲一下认出 这是她的儿子 三年前 她曾在路上碰见过她 她大喊儿子的名字 孩子果然回头看了一眼 但一辆车驶过后 孩子就不见了 另一边 小女孩被一个大男孩吓醒 男孩告诉女孩 她是这里的老大 叫小哥 名字是那对夫妻取的 她询问了女孩的名字 并给她拍了照片 还告诉她千万要听话 否则就会被杀掉 说完就赶紧离开 警方这边推测 被绑架的孩子应该都还活着 而要养活这么多的孩子 那么绑架团伙 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房子 并且他们只能在当地工作 其中还有一人是全职 在家看管孩子 他们调查了当地被社区投诉 经常殴打孩子的家庭后 来到了老妹家中 他们家地处偏僻 家里还有一辆面包车 周围安静的可怕 强哥看了老妹的全家福后 立马和同事交换了一个眼神 这个老妹有问题 也为全家福中的孩子 和其中一个被绑儿童很像 地下室中 梅太太正听着楼上的一举一动 她迷晕了小女孩 还威胁大姐别之声 紧接着让小哥拿上生活用品 从密道中逃跑了 这时大姐发现弟弟梅在 她质问梅太为什么不带上小弟 梅太直接一把将她推上了车 没一会 小孩们就被带到了焚化炉 她一把火烧掉了孩子们全部的东西 三个小孩害怕急了 女人让小哥将女孩放进纸箱内 大姐被吓得惊声尖叫下来 女人立马上前想抓住她 她要将大姐活活推进焚化了 与此同时 胖姐查到梅太的名下 有一家碧仪馆 探员们立即前往 而碧仪馆这边 看到大姐即将被推进火堆 小哥拿枪对准了女人 她已经知道那些弟弟妹妹去哪了 她不能再看着两个妹妹被烧死 见此场景 女人非但不怕 还笑了起来 她不相信一向听话的小哥会对着开枪 吓人 惊魂未定的三个孩子正准备离开市 警察赶到了 最后 老梅上吊自杀了 被绑孩子们的尸体 虽然没能找到 不过 小哥给每个孩子都拍了照片 做了记录 警方安排了孩子和家长们的见面会 三个孩子都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然而现场还有一对夫妻正在痛哭 小弟正是他们的儿子 小哥告诉他们 小弟是为了救妹妹死的 他是个勇敢的小男孩 他昨天还生了 不嫌故 哪erel 未 Incred souha五 最后 不恨 ami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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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